你好 欢迎收看8月1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为了促进民众了解文化资产保存的观念 与花莲历史文化背景 并打造友善的环境 县长徐中卫率花莲县府团队 积极争取中央文化部经费 来办理花莲县历史建筑明里路 日市宿舍修复 以及再利用计划等十一案 共计新台币2118万元进行施作 要逐步打造花莲城市的美学 平衡区域发展并活络地方文化创业产业 建立良好艺文发展的环境 现在许中卫今年都推动 让花莲走向世界 世界走进花莲的时政愿景 推广认识地方 认识乡土 认识台湾历史的演变 期盼能够让更多人 对花莲代表性的文化产生兴趣 进而爱上花莲这一片乐土 更积极打造花莲成为 最适合一人居住的县市 同时对带给乡亲舒适生活的技术建设 有着最高品质的执着以及诉求 县府过去四年多来 在观光整合上做了许多的技术工作 除了以花莲在地传统文化为主题 推广观观光之外 以永续花莲作为政策发展主轴 现在许中卫中是历史文化传承 花莲政府推动支加薪就设地景 再造持续荣获国家作业建设奖 及台湾景观大奖等各方肯定 比如西班历史建筑群工程 透过将军府以及周边资源的整合 预计今年9月市云运 将形成文资教育 户外展演娱乐餐饮市集等 复合式文化基地 结合观光带动产业发展 提供民众完善艺满及休息的廊道 也串联花莲中央的观光资源 让花莲成为国际公共城市 让花莲旧记忆 得到新的竞争力 花莲政府成功争取中央 武汉部补助经费2118万元 针对花莲历历史建筑民园 日式宿舍修复栽利用计划 花莲历历历古迹以及历史建筑 美轮西班日式宿舍修复栽计划 花莲历历历史建筑安通温泉 铝色修复栽利用计划等 实验案并列入140年度 宪政预算中执行 文化资产承载社会的发展轨迹 包含一个地方人民重要的记忆 花莲历历历史将持续积极争取中央经费补助 整合历历历文资源 保留以及修复历史建筑物 办理各项应用活动 展览文化资产保存以及图书推广 共破花莲历历历景 记得就位花莲历历历